Saniface,一款画风十分怪异的游戏 游戏的第一章发布于2016年的12月 整个游戏历史三年 终于在2019年12月完成了整个游戏 五个章节的全部更新 游戏的各种细节,各种支线,非常繁杂 今天就让我把这五个章节内容的主线串起来 讲一讲这个神秘黑暗又略带悲壮的故事 以下内容全是基于我个人的理解 可能不全,可能偏颇 如果有讲错的地方,还请在评论区指正 万分感谢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 一开始是塞尔的梦境 梦中的他头戴绷带,出现在了母亲的葬礼上 这里还有一只野狗 这只狗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象征着杀害他母亲的狗头面具人 萨尔此时是在跟艾朗医生进行谈话 出于某些原因 他不得不讲述搬到新公寓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萨尔和父亲Harry搬到爱迪逊公寓之后 发现公寓里好像出事了 403房间被警方封锁 经过探索,他遇到了清洁工Lisa Lisa的儿子Larry是一个重金属爱好者 Larry也是塞尔在这里的第一个朋友 Larry说他有一个警方对讲机 可以帮助塞尔进入403房间 这个房间正是桑德森太太的房间 而桑德森太太就是这起谋杀案的受害者 她是彩虹小马的爱好者 但收藏品似乎是少了一个 之后在204房间 塞尔遇到了查理 这是一位中年肥宅 他也在收集彩虹小马 据Larry说 案发当天 他正在帮桑德森太太修理马桶 因此直接目睹了凶手行凶的过程 这个凶手就是查理 于是塞尔就利用了神秘房东 艾迪逊的茶 配上父亲的安眠药 放倒了查理 找到了桑德森太太丢失的手办 这成为了指证查理的证据 之后查理被警方带走 塞尔则在运送尸体的车里 看到了桑德森太太 她的死状非常的奇怪 头皮被劈开了 时间线回闪 回到与艾朗医生的对话 塞尔始终认为 凶手就是查理 而现在的塞尔已经长大了 成为了一名罪犯 罪名是大规模谋杀 在查理被带走之后 Larry把塞尔带到了树屋 讲述了他父亲的情况 这颗光头 突然某一天就消失了 没有留下任何话语 至今下落不明 Larry是个熊孩子 曾经放鞭炮 炸死了101房间 吉普森太太的兔子 然后进了少管所 他告诉塞尔 他曾经遇到过一只红眼恶魔 这让他觉得 自己是受到了兔子的诅咒 当然塞尔是信了Larry的 因为他也遇到过红眼恶魔 于是两人决定 一起调查诅咒的真相 为了向Larry证明鬼魂的存在 塞尔找到了Todd 一个崇拜超自然现象的科学天才 同时塞尔在这里遇到了Ashley 传说中的大眼美女 塞尔立马被吸引了 Todd把塞尔的游戏机 改造成了一个鬼魂探测器 在Todd家的厕所里 成功召唤出了鬼魂Greg 他在活着的时候 爱上了一个已婚妇女 Stacy Stacy有一个女儿Megan 当然 此时的Stacy和Megan都成为了鬼魂 而他们的惨案却透着蹊跷 塞尔经微翻探索 再次与Todd见面 Todd发现 关于Stacy的案件毫无记录 而那天 在公寓里 调查桑德森太太案子的警察 也并非是真正的警察 在网上公布的凶手查理的照片 和之前塞尔见到的查理 也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这一切的背后 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有一个强大的力量 正在左右着一切 之后塞尔利用项链和游戏机 成功在Larry面前召唤出了Megan 得知了Megan死亡的过程 并非是新闻里所说的意外 他的爸爸卢克 和Larry的爸爸James 是好朋友 经常在一起钓鱼 通过解谜可以知道 James和卢克 同为一个邪教组织的成员 Stacy和梅根的死 就是跟这个邪教组织有关 他们崇拜侍神者 是他们召唤了红眼恶魔 之后塞尔召唤出了上代的卢克 红眼恶魔从他的身体中出现 Larry用Tod的神秘仪器 干掉了恶魔 救下了Cell 时间再次回闪 Cell探视的时间到了 艾朗医生明显不相信他 但还是决定去树屋一探究竟 这次医生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公寓已经废弃 在树屋里 医生见到了Larry的鬼魂 Larry请求医生帮助Cell 但医生却因为惊吓过度 摔下了树屋 直接系了 Cell随后接受了一个即时的采访 他非常的可疑 头上有一道刀疤 和死期的桑德森太太一曲同工 他很有可能 就是邪教组织成员假扮的 这次采访 让Cell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 此时的Cell在高中时期 他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发现学校提供的波隆纳香肠 味道非常奇怪 只有小胖子Chug吃的飞起 于是他们决定展开调查 他们先是询问了打饭阿姨 但是阿姨这个造型 确认不是僵尸吗 当时他拒绝回答 惠莫如深 通过调查 Cell得知打饭阿姨 是一位业余的摄影师 因此Cell用一张小鸟的照片 搞定了他 得知了关于香肠的信息 所有的香肠 都是伯克顿夫人自己造的 同时在这一天 Cell发现了Travis 在厕所偷偷哭泣 这个Travis非常讨厌Cell 总是欺负他 借此机会 Cell和Travis和好了 Travis也成为了之后 一个关键人物 之后 Cell和Larry 偷偷进入了 伯克顿夫人的教室 在他的抽屉里 发现了各种诡异的东西 然后他们回到了公寓 偷偷进入了 201伯克顿夫人的房间 他们发现 厨房的冰柜里 有一个路头 冰柜里 还有一些神秘的符号 同时还有两个锁住的房门 其中一个 关押着伯克顿先生 他被绑在床上 气若油丝 悬有一台机器 来维持生命 Cell召唤了他的鬼魂 他请求Cell拔掉插头 并让他解脱 Cell就这么做了 然后他和Larry躲了起来 因为他们以为 是伯克顿夫人回来了 却发现来的是Ashley 随后他们来到了 隔壁的房间 墙上贴着一堆寻人启士 还有一个屠宰机器 这里同样有一个冰柜 里面的景象 惊呆了众人 是那些失踪之人的尸体 确切地说 因为他们发现 香肠的原料原来是人 他们决定 要自己想个办法 来对付伯克顿夫人 因为警察很可能是 他们一伙的 都是邪教的成员 在这里 Ashley发现了一个垃圾通道 不知通往何处 然后他就不小心掉进去了 强行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Larry和Cell决定去救他 他们找到了钥匙 打开了藏在地下室的隐藏门 直接通往了地下 这个地下的神秘空间 是一个神庙 这里是试神者的神庙 是邪教组织的老巢 Ashley倒在通道下面的骨头堆上 这些骨头 很显然是冰柜里的那些受害者的 在他们救出Ashley 离开神庙之后 就开始着手进一步的计划 用来对付伯克顿夫人 以防止受害者继续增加 然而就在第二天 他们得知了伯克顿夫人 死于酒驾车祸的消息 酒驾的司机也一同去世 非常的及时 而伯克顿夫人家里的一切 早已经被收拾干净 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记者在此时 给Cell看了一份报纸 是关于Ashley 同意出庭作证的新闻 这让Cell非常难过 同时从记者这里得知 Told现在被关在 软电包围的房间之中 双手被束缚起来 很可能是自从大屠杀那天之后 Told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出现了问题 但实际上 他显然是被恶魔附身了 来到伯克顿去世的五年之后 此时的Cell已经长大了 Lisa和父亲Harry结婚了 Cell和Larry就此成为了兄弟 Cell现在已经搬出了公寓 住在郊区的一所房子里 他和Told住在一起 这里还有Told的男朋友Neil 但好景不长 平静的生活 还是被侵蚀而来的黑暗打破 Cell和Larry回到了公寓进行调查 期间 Ashley从城里回来了 Cell和他进行了一次约会 地点在温迪哥湖边 Cell讲述了关于他的噩梦 以及他们正在进行的 关于邪教的调查 当天晚上 Cell收到了来自Larry的奇怪短信 内容非常负面 就好像他要自杀似的 Cell心急如焚 打给Larry却无人接听 他貌于跑回了树屋 却发现Larry已经去世 回到庭审 Ashley出庭坐镇 他介绍了约会之后的情况 说他接到了Cell的电话 是关于Larry的 Ashley也十分着急 来到树屋一同寻找Larry 但一无所获 他和Cell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原来在Ashley离开树屋之后 Told出现 Cell利用Told的装备 召唤出了Larry Larry在得知邪教当天 即将展开行动之后 果断地选择自我了断 成为了灵体 作为Cell在一空间中的眼睛 来帮助Cell 解决被黑暗侵蚀的机关 在Larry的帮助下 Cell来到了一楼 房东爱迪逊的家里 但他此时却身处年夜之中 他并不是被黑暗侵蚀 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只怪物 是被邪教培养出来的 所谓无尽尊者的受体 在打败怪物之后 Cell见到了小时候的爱迪逊 他说他一直在和怪物做斗争 并且尽可能地压制他 但最终却被他吞噬 而楼里的住户 都已经被黑暗力量侵蚀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杀死楼里的所有人 包括Cell的家人和朋友 来阻止黑暗力量的进一步传播 最后感染整个世界 之后他就消失了 留下了一把菜刀 Cell内心做了一番挣扎 最终他拿起了菜刀 选择当这个屠夫 把整栋楼里的所有人都杀了 因为他们都被黑暗感染 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样 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破坏 Cell别无选择 他只能去做他认为对的事 在所有人都被干掉之后 Cell在门口遇到了Todd 但此时的Todd已经双目赤红 他说他不舒服 可能要随着Larry一同死去了 此时的他还存有部分理智 随后Cell就被赶来的警察抓住了 法庭上Ashley陈述 他并不相信超自然事件 所以他在跟Cell从树屋分开之后 就报了警 没想到却发生了Cell的大屠杀事件 随后是医生的口供 他认为Cell是有预谋性凶的 是一个对社会危害极大的人 医生说他去过树屋 但那里的情况和Cell所说完全不同 Cell在说谎 但这个医生的长相和三年前明显不一样 并且我们也知道 当初他明明是摔死了的 这说明他也是邪教成员假扮的 综合一伤情况 陪审团认为Cell有罪 法官做出宣判 Cell在三年内会被处死 在之后的三年中 Ashley做了很多努力 想让Cell避免急刑 但是他失败了 直到Cell被刑刑的那一天 Ashley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在树屋召唤出了Larry的鬼魂 然后给他来了一张照片 他带着照片冲向监狱 想要证明Cell的话是真的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Cell已经坐在了刑刑以上 他目睹了Cell被刑刑的过程 与此同时 Todd已经失踪五个多月了 他多半是被邪教抓去了 Ashley和Neil决定 要从邪教手里救出Todd 同时他们找到了Maple 他是小胖子Chuck的妻子 大屠杀那一晚 整栋公寓里唯一的幸存者 他当时并不在公寓 所以Cell没能杀掉他 他被关在了地下室里 现在已经变得和野兽无异 这里可以找到一份日志 完整记录了Maple变异的过程 他从一开始的大部分时间清醒 到最终的毫无意识 只会尖叫 浑身恶臭 他应该是感染了某种病毒 另一张日志记录的是 关于禁断之子的预言 看来Cell就是这个禁断之子 邪教也正是因此 想方是法要除掉Cell 当初Cell和母亲遇到的狗头人 其实是为了杀掉Cell而来 只不过Cell是被母亲护了下来 只伤到了脸 因此戴上了面具 后来通过邪教的影响 验尸官把Cell母亲的死 当做了是一场意外 没有任何人相信Cell的证言 Ashley找到Larry帮忙 但死去的Larry却无法离开树屋 他不想被困住 于是让Ashley把树屋烧掉了 但Larry却彻底失踪了 Ashley想回来继续计划 却连Nell也不见了 他变成了孤身一人 只能一个人背上C4 踏上了负面邪教 拯救人类的征途 他在闪贸的地牢里 发现了Nell和Maple 同时还遇到了 邪教组织的一位成员 曾经欺负过Cell 后来又和好的Travis 原来他就是打入 敌人内部的同志 在他的帮助下 Ashley得以逃脱 来到了Cell的墓前 与此同时 Cell在死后变成了二次元 进入了一个奇妙的虚空世界 在这里 Cell遇到了Larry的爸爸James 他告诉Cell 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对抗邪教 因为Cell在死后 可以获得平行世界穿行的能力 也就是说 Cell活着的时候是个普通人 而死后却获得了超能力 邪教处心积虑想除掉Cell 却亲手激活了Cell的能力 进断之子预言成功 在现实世界 Ashley为了让Cell回来 在墓前献祭了自己 而Cell在虚空世界 拔出了奥西里斯之剑 然后转身成为了Ashley的一条手臂 名为Cell的麒麟币 就此诞生 两人前往教堂 可以找到一张记录 记载的是 世神者邪教的历史 以及房东艾迪逊的情况 邪教诞生不久 就出现了禁断之子的预言 之后艾迪逊公寓 在神庙之上建成 扩展了神庙的神殿 艾迪逊的父母 与邪教达成一致 让所谓无尽尊者 降临在小艾迪逊身上 但无尽尊者 直接毁灭了艾迪逊的灵魂 将他的身体占据 同时 他们也召唤了暗影 据说是名为 星际捕猎者的外星人 可能这就是 红眼恶魔的真实身份 这邪教组织的业务 还真是复杂呢 误入邪教 他要阻止邪教掀起的一场 全球性的儿童大屠杀 因为邪教正在防止 禁断之子的诞生 但是他很有可能就此丧命 他只能选择默默离开 是为了保护妻子和儿子 之后来到最终的决战 Ashley来到了神殿中央 邪教的仪式正在进行 Mipple和Nair已经被杀害了 倒挂在天上 鲜血流到了洞里 成为了祭品 TOD还活着 Ashley用麒麟臂干掉邪教徒 Cell也在虚空世界遇到了Larry 原来Larry在树屋烧毁之后迷失了 花了很久才找到回来的路 胡子都长出来了 随后他们各自在各自的位面里作战 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Travis 给了大主教一击大宝剑 原来大主教就是他的父亲 他一直不认同邪教的做法 决定潜伏一波 完成大义灭亲的壮举 两人双双掉入了献祭坑 擒贼仙群王 敌人的头目已经消失 后面的战斗也没什么悬念了 三人各自在各自的维度里战斗 最后共同战胜了恶魔 神庙被摧毁 邪教覆灭 世界安全了 成功覆灭邪教的四个小伙伴 沐浴在出身的朝阳中 虽然阴阳两格 但希望总有一天 他们能够再次团聚 好了 Sally Face的主线剧情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给个免费的关注和赞 谢谢支持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